香港見論超級完賽一組 今天面談是現今香港全現監督 全監督市行制政府 最有一個人家 對錯雙方為聖湯制書 下方城市平凡選擇 下方城市平凡選擇 現在給我介紹相關的 主編為羅智華 第一 副編為官行人 第二 副編為許朗 第二 副編為趙大東同行 馬幫主 編為李成俊 第二 副編為盧小洋 第二 副編為陳景熙 第二 副編為江靖 我們很高興邀請到三位評伴 和唯一的副編評分 他們分別是四年 中國中文辯論隊學會顧問 范彩元 志靈 第二 副編為中國中文辯論隊教練 黃偉俊 黃偉俊先生 第三 基督教聖 教聖 教練 教練 天樂 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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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場比賽 包括主編 公編 一步二 副編合自由編論 以及結編中 共六個環節 發言時間 為4 3 3 4 公編 周圍每方 2 分鐘 自由編論 周圍每方 3 分鐘 同時發言時間 結束三十秒 又一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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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時12秒 周圍連領 詳細賽威 支持 幾坪保育員 有參賽 學校生 相關的問題 好 好的話 現在請正幫助 學會有4分鐘的時間 做到黃偉俊 主席 評判 助作位 主席 評判 助作位 大家好 政府是一個擁有公權力 去處理公共事務 承擔公共自由的當局者 她的行為應該受到監督 而做錯 17、400年 法國市場間萬特施糕 在191 內 2 領利方式出發法 黨黨建築三條分立的人則 以至於行政、施法、立法三條影響 雙細行 不得予予反制 為害致防止民眾一方 作出任何干預 非奴隱駕其言之上 但今時今日 習近平都公開發表 三條影響三條影響 三條影響的態勢 不得予予要控告 因而 公眾的目光 都轉自不再看 世代的新民傳 組織第四權 既然 關於基於民權力分立力量 手上其中一方出現問題 比應其他兩方都應該受到監督 因為還不需要出新民傳媒 香港的立法機關並非代表人民 甚至為分證機關不體路 在七十個議席當中 只有三十個議席 由直選成生 另外三十個執行功能組別 包括功能組別的議員 例如本屆的民間 郭定光 英文明的梁君彥和石禮謙 當然沒有人民授權 四屆的軍事當選 立法會議案的通過 需要有功能組別和直選議員 兩種報告數才能做到 所以基本上 建制派只要求公選一組 有報告數的議席 就是救公制議會 他們對所有民主派的出現議案 無論是移民為本 還是針對政府的 不投下反對票 成為一個選擇的長平同將 或者有方會問 既然立機關兌募動的時候 應該決定共副法庭 香港最後的暗示 何況亦不夠安排 基本法最終解釋權在人手中 香港法律不能夠與基本法的條文有衝突 變相法院要成立於人大 人大有的特定事件要歸 還有對香港法院的強衝力 這個方法 這個選法能得到終審法院的時機 以良由比取消議員資格為例 高等法院的審理上逐漸 人大已經上先一步 主動釋迫 直至為良由議員地下判決 市民高等法院有否平定 去推翻人大決定呢 這個時候 不再體制內 那麼 無所提名任何權負的新聞傳媒 就變成了作用 今天的香港 除了一般的傳媒 即是市媒和電視台報告新聞 還有城市上門的網 靠原電視台 但是公民記者 他們只要一機在手 就能夠外出旁邊 全國的職責除了是 擔出可誤 令犯罪者不再示意 斷意去重蹈附切 更要他們常識競生 但以修煉而改正 近日難得如火魚和人家送中 運動為例 感人有方 如何在我分明面 都可知六點七 使用過關無力正常的消息 靠劉燈 靠摩訊直播 跟靠勤做法學消息 這個時候 全部主要有存在的理由 當制度經營過的時候 行政可以肆無忌憚 明顯一切 在陣外的人 又可以做什麼 又變成此 我歡迎為獨立於三決 被行政拘束 的村莫 應該是 情人之間最有的領獎 到此 今天給你提醒了 謝謝 出席 主席 本有方同學 在座各位大家好 我方都好感同有方同學 對立學長的提升 但是我方認為相比 是傳聞監督 民間的監督才是最有效的方法 第一,傳媒監督會受到利主政府的限制 凡之民家監督難以受到限制及把握 雖然法律賦予傳媒一定的監管和能力 去監察政府的公共行為事項合理 因此傳媒奪向自由採訪權這個保護院 但是在現今的香港 屢次發生回題給政府施壓 甚至出現自我審查的情況 在階級的反修為風波中 更多次發生警察阻擋傳媒派遣的現象 只傳媒報道消消息時更難讓大眾知道真相 中大新聞與全部國聯教授蘇士基指出 中央政府、特區政府、香港大財庭、傳媒老闆、傳媒自我審查等因素 都會令到香港傳媒搜集TDs出現限制 但相反,民間監督就難以受路限制,難以被打壓 例如在本店道修例公告前要事 原本的100萬人常家被控制 反而激發了6月16日,更多的市民就出港度再入口 民臣致出接近有200萬人一名堂樓來實施生 可以對政府造成相當的壓力 日日,政府終於發新聞稿 就修例工作向市民道以兵賺圖版條例 由此證明分間監督,可以制任政府 反修例風波實際實入上半年已經開始 當時,多家媒在導航廣告上算大眾對首例的憂慮 然而,經過一次又一次的報道 政府又因此作出任務嗎?並沒有 可見傳媒來給予政府的壓力相當有幻 第二,傳媒的職責本來就在於客公地報道事實 並不能直接持有立場地參與抗爭 反之,市民可以以各種令政府感到壓力的方法 直接參與港斗及表達自己的訴求 例子包括遊行、合法集會、人間、電動場、合作運動場 這些活動都能讓社會大眾之間引起廣泛的討論和傳言 引起輿論壓力之以,更多可以影響經濟罷工等訪問 令政府感到更大的壓力,又似得到制衡政府的效果 例如,在收入公開期間,市民參與抗爭 令香港的經濟下降趨勢 市財人超越8月15日,推出銷門措施作運會贏 除此之外,示威者於8月12日成功貪控香港的國際機場 根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國的資料 香港的機場佔全國,國內生產總值5% 而非合標準,一個監控航空公司的消耗 統治班牌甚至估計當天至少約香港損失數千萬元 這樣對香港政府和香港經濟造成的損失的做法 可以令政府不得不正視市民的訴求 以這個的效果,傳媒可以達到碰 傳媒可以在機場被討論的時候,遇上的外部到時 但不得不成敬,傳媒的身份和他的職能 令他們難以直接地參與政府的施壓和抗爭 反修例通過已經經過了90日的市民抗爭部 香港政府終於撤回了真意成為大的修例 傳媒說他是最早將這件事公布於大陸的機構 但抗爭成果無疑是民間監督的成效 因此傳媒監督發揮的在動手限於其職能 民間監督才可以爭取更多訴求和更有效地制限政府 最後,如果有方同發言為傳媒的傳媒監督有效 請請問一下,如果特首對傳媒感到壓力 為何在星期四晚會見的是市民,並非記者 還有,如果有方同發言為港媒是第四權的話 可否解釋一下第四權呢? 多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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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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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